曾国藩传 作者 张宏杰 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 1.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,一千八百四十,到北京做官,咸丰二年,一千八百五十二,离开北京。 在十多年里,曾国藩布光修身励志,取得很大成绩,在仕途上的升迁,也非常迅速。 道光二十年,一千八百四十,他受汉林院检讨。 道光二十三年,一千八百四十三,升为汉林院士长。 道光二十七年,一千八百四十七,升为内阁学士。 道光二十九年,一千八百四十九,升为礼部又侍郎。 清朝的官制,一共是九品十八阶,每一品集,有从品和正品之分。 从官阶上看,他从汉林院检讨的七品,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二品,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,是十年七千,连月十集。 这个升官速度,创造了道光潮的记录。 清代巡抚也是正二品,也就是说,曾国藩工作不过十年,就做到了省不及。 用惊人的观点看,曾国藩在官场上,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。 他出身非常普通,既非官二代,也非富二代。 在官场上毫无根基。 他为人笨拙,不善畸便,土里土气,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。 那么他,为什么能在官场上,如此春风得意呢? 原因是多方面的。 第一个,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。 曾国藩点了汉林,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横通。 汉林之中,也要激烈竞争。 成功者,叫红汉林,可能很快升迁,入直男书房,成为天子进尘。 失败者,叫黑汉林,可能几十年还窝在汉林院里走不了,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。 汉林官员升不升官,是黑还是红,主要靠什么呢? 说来有意思,和学生升学一样,也靠考试。 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,汉林院有一种叫汉林大考的考试。 每隔几年考一次,辞管人员部署年咒酌亲二者类接大考前列所致。 所以汉林生涯,最重要的内容,就是准备大考。 为了考察汉林院的真实水平,汉林大考是不定时的,每次都是突然袭击,临时通知。 所以关于大考,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,叫金顶巢猪挂紫雕,群先终日任逍遥,就是说,汉林们带着金顶,挂着巢猪,穿着紫雕,成天不用上班,过得非常逍遥。 但是呼传大考魂皆落,告退神仙也不饶,就是说,突然听到要大考,吓得魂飞魄散。 之所以吓成这样,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。 不是说你不想,升官就行了。 考得不好的,可能降级,乏俸,甚至罢官。 所以汉林阶段,最重要的任务,仍然是学习。 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,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,散漫无恒,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。 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,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。 在日记当中,他给自己立下十二条做人的规矩,和课程的标准。 一静,整齐严肃,无时不慎。 无事时心在枪子里,硬事时钻一步杂。 清明在宫,如日之声。 二静坐,每日不居何时,静坐四刻,体验来复之人心。 正位宁命,如顶之阵。 三早起。 黎明即起,醒后勿沾练。 四读书不二。 一书未完,不看他书。 东翻西越,图讯外为人。 五读十。 秉身年够,念三诗。 大人曰。 而借钱买书,无不惜极力为耳弥缝,而能圈点一遍,则不负我已。 四后每日圈点十页,间断不孝。 六景言。 刻刻留心,第一功夫。 七仰气。 气藏丹田,无不可对人言之事。 八宝山。 十月二十二日,奉大人守御约。 劫劳,劫狱,劫饮食。 时时当作养病。 九日之所亡。 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,有求深意是训人。 十月无妄所能。 每月做诗文束手,一焰激礼之多寡,养气之圣佛。 不可一味担着,醉意秘心丧志。 十一做字。 饭后做字半小时。 凡笔墨应酬,当作自己功课。 凡事不留待明日,愈激愈难轻。 十二夜不出门。 矿工皮绳,切戒切戒。 这十二条规矩和课程,翻译成现代汉语,主要包括以下几点。 一是早起。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,绝不赖床。 二是静坐。 每天静坐半个时辰,也就是一个小时。 让自己的心静下来,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,被事物牵着走。 三是读书不二。 每天读十页经书,十页史书,不论遇到任何问题,绝不改变。 而且不读完这本书,绝不摸下一本。 四是景言。 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,每句话都要慎重。 五是宝身,节劳节欲节饮食。 节欲,就是节制欲望。 说白了,就是节制防饰。 节饮食,吃饭也要有节制。 这是养生的办法。 六是,每日记茶余,偶谈一则。 就是记笔记,找一个笔记本,起个名,叫茶余偶谈。 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,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。 聊天也不能白聊。 七是,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。 写几首诗,有固定任务。 八是练字。 每天早饭之后,要写半小时的字。 最后一条,失业不出门。 天黑了,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。 这十二条日课,很多都与汉林大考有关。 日课第十一条,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,写半个时辰的字。 这是因为考试时书法好坏,是汉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。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凯作品。 功夫非常深。 第十条,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汉林大考的标准,做束手诗文,以为常课。 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,十页史书,每日记查与偶谈一则,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。 因为汉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,考的不再是八股,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。 所以必须知识广博,对天理心性之学,却有所得。 通过这十二条日课,曾国藩的生活,变得非常有规律。 对考试的准备,比很多人要充分。 道光二十三年,一千八百四十三,即曾国藩到今后两年,赶上了第一次汉林大考。 一般汉林大考,都是六年左右一次,这次却只隔上次四年。 消息突然来临。 曾国藩和别人一样,都感觉有点惊慌。 他在日记当中写道,初十日大考,文之甚绝金黄,孔敬场难玩眷眼。 考试在圆明园郑大光明殿进行。 参加考试的一共一百二十七人,有三个人脱病,不敢进考场。 到了考场,有一个人打小钞,被清除出场,直接交刑不治罪。 气氛非常紧张。 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。 出了场,曾国藩把试卷草稿,拿给朋友们看,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。 不看不要紧,一看出事了,原来自己作文里,犯了一个重大错误,有一个点用错了。 曾国藩大惊失色,后悔不已。 说自己粗心致此,何以舔策辞猿灾? 不配当这个汉灵。 当天晚上,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,默默对坐。 不交一语,患得患失,冲冲迷矣。 心里怎么也放不下。 当天晚上彻夜未眠,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,平日所谓知命者,至是何有,真可修也。 就是说,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啊。 三天后,大榜公布。 完全出乎意料,曾国藩的成绩,竟然特别之好,名列二等第一。 一等是五个人,也就是说,曾国藩在一百多人中,考了第六名。 原来,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,他的作文文气贯通,说理透彻,很得主考官的欣赏。 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,主考官和皇帝,居然都没有看出来。 第二天,道光皇帝亲自召见,召见之后,升他为汉林院侍奖。 汉林院检讨,是从七品,而汉林院侍奖,为从五品。 一下子升了四级,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,而铁列高等,暴愧书籍,另一方面,不免大喜过望,赶紧给家里写信,汇报这一好消息。 曾国藩说,湖南以大考升官者,从前为陈文宿公,明大寿,乾隆朝军机大臣,一等第一,以编修升士读,近来胡云阁先生,二等第四,以学士升少瞻,并孙三人而已。 孙明赐不如陈文宿之高,而升官与之同,此皇上破格之恩也。 就是说,整个清代,湖南省官员中,通过大考升官的,他和乾隆朝的,大学士陈大寿速度最快。 陈大寿是从编修升为士读,他是从检讨升士讲,升的品级一样。 但是陈大寿是考了第一名,升了这个官。 他考了第六,也升了同样速度的官。 所以,这说明,他受到了皇帝特别的知欲之恩。 从这封信,我们可以读出,曾国藩升官之后,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。 道光二十七年,一千八百四十七,三月,又逢一次汉林大考,曾国藩名次仍然不错,名列二等第四名。 六月,曾国藩即内阁学士,兼任礼部侍郎贤,也就是说,实职是内阁学士,但享受侍郎级别。 这是一次罕见的岳升,由从四品岳升至二品,从此即身亲二,步入高级金官行列。 曾国藩,当然更是大喜过望。 他写家信说,由从四品骤升二品,超越四级,千拙不赐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。 本朝尚无一人,也就是说,他刷新了湖南人在清朝的升官记录。 如此顺利,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意外。 二 把则有当作人生第一大事。 除了考试成绩好外,曾国藩升迁迅速,还有一个原因。 那就是,交友广阔,在士林中名声很好。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,值得借鉴,就是特众交友。 清代名臣张英,在《聪讯斋语》中说,人生以则有为第一事。 就是说,交友,是人生第一大事。 为什么呢? 因为那时候没广播,没电视,没大学。 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,在外想获得帮助,全要靠朋友。 所以,朋友的多少,朋友的质量,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,能有多宽广。 在闭塞的湖南乡下,曾国藩最大的遗憾,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。 所以,后来他在至朱棣的家姓中,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。 乡间无朋友,实是第一恨事。 不为无益,且大有损。 习俗染人,所谓语报于处,亦语之句话也。 同学之人,泪皆拥笔无智者,又最好善笑人。 其笑法不一,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。 可见,他对自己当年那些拥笔的同学,是十分看不上眼的。 到了北京之后,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好朋友。 曾国藩在家书中,常介绍他交友情况。 他说,现在朋友欲多,蒋公行心得者,则有靖海先生,更封前辈,吴竹如,窦兰拳,冯树堂,穷精赤道者,则有吴子叙,少会兮,讲师,闻,自而易通于道者,则有何子珍,财气奔放,则有汤海秋,英气逼人至大神境,则有皇子兽。 又有王绍赫,明溪镇,广西主事。 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。 入京之初,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,经常得罪朋友。 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,曾国藩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,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,朋友越来越多。 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师作父,切磋学问。 也经常请客吃饭,听戏下棋。 我们看他的日记,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。 经常交往的朋友,有一百多人。 最多的一天,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。 道光二十三年,一千八百四十三,三月他升为汉林院士长那次。 因为朋友多,人缘好,所以大家都来祝贺。 以至于他二十二日那一天,跑了五六十家去回拜。 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,还在于他效法祖父,急功好义,特别爱助人。 同乡有危及事,多有就难商量者。 难效祖大人之法。 银钱则亮丽赐助,办事则竭力精盈。 至有刘传银病死,曾国藩搜集其遗文,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。 同乡举人邹星渝,柳熙,会是不受,在北京凭病而死。 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,撰写了木志明,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。 心灵员邓铁松,在北京患病吐血,情况危重,已不可挽回,曾国藩筹钱,将他送回湖南。 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,尤为深厚。 陈元衍,自带云,是湖南查林县人。 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,又同为戊须科进士,同时一起入选汉林院树籍士。 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游蜜,不吃一家骨肉。 陈元衍,道光二十三年,一千八百四十三,曾大兵一场,曾国藩天天去看望,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。 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,逝日权位离身。 夜注陈玉,观其正显,即黄极无忌,一夜不寐。 四年,陈妻病逝,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,代为经理一切。 陈代云的儿子,那时刚满月,无人照管。 曾国藩将这个孩子,带回自己家,故如母未养。 同年中,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。 道光二十一年,一千八百四十一,四月,梅林生患病卡写,曾国藩忙前忙后,多次请吴廷洞等人前往诊治。 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。 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,身为可虑,经常前去探望。 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。 二十五日病逝,曾国藩悲痛不已。 他在家书中说,梅林生生后一切事宜,细尘带云,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。 勿须同年,负一共五百两。 吴贞辅夫夫子,勿须总裁,进金,负赠百两。 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。 寄金中,用费级灵书回南图费,不过用四百金。 其余尚可周续遗孤。 七月十五日,梅林生的灵鹫出城,曾国藩坐车送至东遍门。 因为曾国藩广泛结交,肯于付出,名望日高,急功浩义,越来越受同乡的推重。 所以,自从道光二十六年,一千八百四十六,起,凡湖南籍金官的谢恩哲,都有曾实领衔。 可见此时的曾国藩,已经开始赴一箱之望,成为在金湖南官员的领袖。 这对他在仕途上发展,当然有好的影响。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三个因素,是中书有人,在背后帮他的忙。 这个人是谁呢? 就是道光年间最重要的大臣,穆章阿。 穆章阿在道光年间,是最得宠的大臣,任军机大臣达二十年之久。 当然关于这个人,历史上争议很多。 有人说,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投降派。 有人说,这个人没什么剑术,只会对皇帝溜须拍马,说他以顺诚旨意为功,额腹之外,无他余也。 对这个人,有这样一段,评价是比较重肯的,说他在位二十年,亦爱财,亦不大贪,唯性巧宁,以欺望蒙蔽为物。 也就是说,他当了二十年军机大臣,其实是一个挺爱财的人,也不怎么太贪。 唯一的问题,喜欢吹捧皇上,糊弄皇上。 确实,穆章阿不管有多少缺点,毕竟有一个长处,那就是爱财,喜欢延懒人才。 曾国藩考竟是那次,穆章阿正好是主考,所以按惯例,曾国藩应该称他为作师,两个人从此就算有了师生之意。 在那之后,道光二十三年,一千八百四十三,那次汉陵大考,就是曾国藩用点用错了那次,穆章阿也是总考官。 那一次曾国藩不但没有受到处分,成绩还非常好。 而且交卷后,穆章阿做出一个不寻常的举动,他主动向曾国藩索取应试师傅,就是说,把你考试时写的诗给我看看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? 这是对曾国藩表示关心,表示我以后会提携你。 所以,曾国藩当天立刻腾亲师傅,亲自送往穆宅。 说来也巧,这次拜访成了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,从此之后,升官速度越来越快。 正是因为穆章阿和曾国藩之间的这种特殊渊源,所以,也始终有一些编造的传说。 比如,清拜类钞里记载了一件事,说是穆章阿不断向道光帝推荐曾国藩,于是道光帝感兴趣了,打算召见曾国藩,面试一下。 曾国藩一听,非常高兴。 那一天,曾国藩进了皇宫,被太监带到了一座大殿里,说,你在这儿等着吧。 可是一直等到下朝,太监才跑过来通知,称,皇上今天有事,不见了,改日吧。 曾国藩莫名其妙,回去后连忙去问穆章阿这是怎么回事。 穆章阿一听,沉思片刻,就明白了道光帝的用意,就问曾国藩,你是否留意了,你待的那间大殿墙上,都写了些什么? 曾国藩说,没有,我只等着皇上召见,哪有功夫注意到那些啊? 穆章阿一听,一拍大腿,说,哎呀,机缘可惜,怎么办呢? 穆章阿派了自己的仆人,说,你去拿四百两银子,交给宫中的某个太监,然后求他把宫中那间大殿墙上字画的内容,抄下来给我。 仆人把内容抄回来,穆章阿给了曾国藩,让他背熟了。 第二天,道光皇帝召见曾国藩,果然问到那间房里的墙上,都写了些什么字,曾国藩准备充分,对答如流。 道光皇帝大喜,认为曾国藩这个人,心思缜密,留心细节,可以大用。 曾国藩从此便交了好运,轻轻然向用你。 这个传说听起来挺好玩,可惜只是一个传说而已。 因为按照清代朝廷的成立,曾国藩那时,仅是一个普通七品汉林官员。 皇帝是不可能单独召见的。 晚清戊戌变法前,光绪皇帝想召见身为公部主事的康有为,但是庭臣举出本朝成立,非四品以上大员,不得召见的理由,光绪皇帝也没法反驳。 而且皇帝见谁,事先都有明确的计划,不可能临时更改。 道光皇帝,又是一个特别遵守成立的皇帝,因此,不可能破这个例。 不过这个传说也反映出,穆章阿确实是曾国藩升官陆上一个重要人物,对曾国藩的飞黄腾达起到了助力的作用。 所以,曾国藩对穆章阿是感念终生的。 二十年后,曾国藩又一次回到北京,还专门到穆章阿家里,去探望。 当然那时候,穆章阿早已去世了。 他探望的是穆章阿的家人。 当然,在与穆章阿的交往中,虽然穆章阿欣赏曾国藩,但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就大喜过望,扑上去抱住穆章阿的大腿,不松手。 看曾国藩的一生,与上级交往,是很注重分寸的,从不实态。 他和穆章阿交往,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,走动并不是特别情,所以后来穆章阿倒台,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。 这是曾国藩一生的一个重要原则。 后来曾国藩在统帅乡军时,在朝中又遇到过一个特别支持他的全臣肃顺。 正是在肃顺的建议下,曾国藩才当上了两江总督。 但是曾国藩跟他,也没有建立私交。 后来慈禧发动政变,肃顺被杀,在他家里查到很多私人书信,但是里面没有曾国藩写的。 慈禧因此十分信任曾国藩。 到了更晚的时候,曾国藩晚年,有一个更重要的人物,纯郡王毅。 好多次想跟曾国藩交往,托人给曾国藩带了封信,对曾国藩大家恭维。 纯郡王毅是当时同治皇帝的亲叔叔,更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夫。 长期以来,他一直想和哥哥,公亲王毅心意争高下,所以主动拉拢曾国藩,想以此增强自己的政治实力。 一般人对这样的亲贵,主动往上,攀还来不及。 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回。 曾国藩只给带信的人回了封信,说。 必处寒毒稀少,未便于纯底忽改长度。 也就是说,我一向不怎么跟别人通信,也不便因为纯郡王就改了我的老习惯。 老作风。 纯郡王还不放弃。 过了几年,又写诗寄给曾国藩,让曾国藩点评。 还说希望曾国藩也写首诗印和一下。 曾国藩仍然没有给他回信,而是给烧信的人写了封信说。 纯底于臂处折结下交,全权至爱,极为心感。 原地处向来舒闸稀少,朝端贵敬诸公多不通问,未便于纯底特制思爱,致起他嫌。 也就是说,纯郡王对我如此垂青,我十分感动。 但是我的原则是,对朝廷上那些轻贵人物,一贯不和他们建立私人交往。 所以,这次也不打算破例。 又一次给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难堪。 曾国藩为什么要这样做呢? 一个是因为历朝历代,都沿进朝中的亲王与外面的臣子之间私下交往。 因为这样容易形成捧党。 曾国藩遵守朝廷的原则。 另外一点,曾国藩从来不改他不攀附私人的原则。 清朝官场讲究跟人,跟人有跟人的好处。 跟对了,升迁确实可能很快。 但是官场风波重重,如果所跟着的人倒了,自己也会受牵连。 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。 踏踏实实,不搞任何歪门邪道,不走捷径。 事后证明,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。 穆章阿虽然对曾国藩的命运很关键,但他并不能决定曾国藩的命运。 所谓关键在于,他在道光皇帝面前,能够适当地推荐一下曾国藩。 但是用与不用,还要看道光皇帝。 三,深得道光皇帝欣赏。 曾国藩升官迅速的第四个原因,也是最重要。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,是道光皇帝对他的欣赏。 道光皇帝是清代一位比较有特点的皇帝。 第一,他比较平庸,能力比较差,也没有什么魄力。 第二,正是因为如此,他特别注重防范权臣,所有大权都要自己把着,生怕落到别人手里。 他之所以重用穆章阿这样听话顺从的人,主要是因为律大权旁落,必则警卫之事,使之左智,故一时才臣,半遭废斥。 就是说,因为怕大权被别人抢去,所以他故意用穆章阿这样没什么能耐的人,生怕太有能耐的人,自己制不住。 这就如俗话所说,是武大郎开垫,用的都是不如自己高的人。 所以,道光朝用人的大权,是皇帝牢牢抓在自己手里,绝不会轻易受别人左右。 曾国藩之所以不断升官,归根结底,是因为皇帝特别欣赏他。 道光皇帝,为什么这么欣赏他呢? 有三点。 第一,曾国藩这个人,性格和道光皇帝相投。 曾国藩从性格上来说,是一个比较实在的,比较踏实的人,他是一个湖南乡下来的年轻人,没见过大世面,憨头憨脑,说话很直。 道光皇帝就喜欢这样的老实人,不喜欢那些油腔滑掉的人。 曾国藩有过多次与道光交谈的机会。 他在《家书》中提到,道光二十四年,一千八百四十四,五月二十日,他蒙皇上御秦正殿召见,天语垂问,吉南奏对,约共六七十句。 这是曾国藩首次与皇帝深入交流。 可惜曾国藩没有录下具体词句。 但是道光年间,曾国藩没有奏对,横称上义。 皇帝对曾国藩的了解日渐加深,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 第二,曾国藩工作认真,做官尽职尽责。 汉林虽然没有多少事,但是偶尔也有任务派下来。 比如道光二十一年,一千八百四十一,十月,他派冲国使馆协修官。 一旦有任务,曾国藩就会全力以赴,认认真真,一丝不苟都完成。 他不会像那些眼高手低,有名士气文人气的汉林官员一样,看不起俗乌。 在成为皇帝文学侍从之臣后,他经常需要值班。 别人以此为苦,他却从不辞劳。 他诗文中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,比如,夜止苦寒。 白虎溪流猪鸟高,五更锋利劈踢刀。 净寒战利通心曲,色气冰霜上头毛。 旷荡青天如可对,哲玄丹地敢辞劳。 诗中说,五更风寒,胡须染成白霜,毛笔也已经冻住了。 他仍然像战士守卫党少一样,不敢稍有差池。 后来职务高了,有了更多具体事物以后,曾国藩更是勤奋。 年谱记载,公勤于共职,蜀中办事无须日有时加班,不待七日。 再不思缘,贤夫妻调理精密。 就是说,他天天上班,从不缺情,还经常主动加班。 他的下级,都佩服他,办事有调理。 第三,道光皇帝是一个非常崇尚礼学的皇帝。 道光虽然是一个能力平庸的皇帝,但是喜欢读书,对理学有一定心得。 曾国藩在做汉林期间,在理学方面下了很大功夫。 他由朱熹开始,上述章在,周敦仪等人的著作,并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。 同时,他还揪新汉学,在学术上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。 每次汉林考试,道光皇帝都要亲自看试卷。 曾国藩的成绩很好,就是因为,由理学修养做基础。 在曾国藩所处的晚清,虽然今天提起来,总说那是一个政治腐败,社会黑暗的时代,但实际上和后来的某些历史时段比起来,是非上有一定公论,黑白尚未完全颠倒。 曾国藩结交诗友,潜心智学,提高了他在士林中的声望。 黎树昌说,史公,指增国藩,居经师,物卫通如之学。 由是经言百事,体用该辈,名重于经师。 他自己也说习,在京坡主亲旺。 因此,当时李鸿章赴北京参加顺天相试,就慕名投帖,拜师在他的门下,向他学习。 李鸿章在家书中汇报说,各地英举文人,组织文社与九条胡同三号。 牧增狄生夫子之名,请瞿出任社长,一个人的声望,是晋升的重要基础。 曾国藩潜心学术,热心工艺,在皇帝心目中,形象比较清新端正,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。